不會吧 是這首歌 你居然 有退掉這首歌 周哲仁成名作原本要給他唱 小馬跟黑色幽默擦肩而過 小馬的修畢都要解散 17年後終於圓了歌手夢 記者會上紫寶當年回事 那手機碰到誰不叫天團耶 那一段時間是我們任何人士 就達到我們人士的巔峰 然後就開始聽到比較荒唐 然後我就措施一些大好的機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 修御對話是合唱的感情的 需要再介紹一遍 憲哥有一張專輯 那一張專輯就讓我們每一個人呢 有一個獨立唱單曲的機會 當時憲哥就說 每一個人寫一首歌 每個人有一首歌的機會 自己去想辦法 結果呢 沒想到我的師弟周哲仁 寫了一首歌給我 然後那首歌呢 拿到我這邊的時候 我還聽的時候 我還唱了Demo 結果我就側面打聽說 他小鐘跟公共他們的歌 是怎麼弄的 結果一聽到他們是自己寫的 你知道我們言情氣盛 我們就自以為是 我說欸 不好意思 結果 只有跟你拿回去 我要自己寫 這真的是一個卡帶 當年有沒有 阿爾巴商店公司 憲哥因為我拿這張卡帶 想要告我說 你公正在用公司資產 真的假的 所以我拿過一首歌 哈哈哈哈 無聊的 被隅了 水的舍下 就是把屁股 我想要說 可是我把 人可以 遭護舀 你不能再碰 不能再碰 我想一點時間 純純的直到這白衣服 我想是你的腦袋的文章 你今天還一唱之後爆紅 這種歌也只會我一次當中的不是用 就是把歌聲真的全給結論